超商外聚集了一堆人 其中一名男子手上还拿着棍棒 更有另一名男子 似乎是被球棒打得满头血 蹲在地上打电话报警 不过到底是什么纠纷 需要大动干火 竟然在众目会回下动手 有没有打的我配合你们好不好 有警戒或报案 紧急将伤者宋怡 另外在庄静路及春日路口 找到动手的苏姓男子 直接双手上号带回警局 事情就发生在24号晚上7点多 动手的苏姓男子 自称是被害人的前老板 男子先预支4万元一月要还 但他最后只拿出1万元 还让苏姓男子从中午苦苦等到晚上 一次还钱态度也不是很好 所以苏姓男子气不过婴儿动手 警方立即发动男节围捕 以15分钟内将一半嫌男查到案 前案依法移送侦办 目前遭殴的男子表示 一定会提告伤害 远警也还在调查理清中 不过因为一时冲动而拿球棒打人 不仅被欠的钱没拿回来 自己还处罚 TVBS新闻林志伟李佳燕桃园 怎么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